大家好 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大家對電競筆電的印象是什麼 除了說像這種酷炫的科技感 還有俐落的造型 可能會有各種RGB的燈效以外 另外一個既定的印象 應該就是像這台一樣 又大又重了 因為電競筆電 它為了追求極致的電玩效能 所以它通常都會把所有的硬體配置都拉滿 會選用當時能夠用的最高階的處理器 而且絕對都有獨立顯卡 那為了押注像處理器跟獨顯的 這些發熱的大呼 電競筆電通常都會用大體積的機身 跟非常大面積的散熱導管來進行散熱 不過這樣的缺點也很明顯 以之前的這台G176來說 它的機身重量就超過2.5公斤 如果再加上這一顆變壓器 又要再加上1.5公斤 而一般的生物筆電或創作者筆電 重量相對來說會比較輕 但是效能也會比較受限 現在有這台微型的 Steels 14Studio A13VR 應該是目前 效能跟便攜的最優解 接下來我們一起來開箱看看 微星這台Steels 14Studio A13VR 這個系列 阿達在年初微星新品發布會的時候 就已經有稍微介紹一下 當時這一台 就是最吸引我的一個機型 Studio這個字代表說 它有通過NVIDIA Studio認證 這個認證非常不好拿哦 而且是微星隔了很長的時間 再度推出14吋電競筆電產品 它的本體就真的不重了 重量只有1.7公斤而已 跟很多商務筆電的重量幾乎差不多 而它輕薄的秘密 其實也不是很複雜 就是因為它機身採用美鋁合金來打造 而且是採用特殊的抗指紋塗料 所以相對來說比較不容易沾指紋 那A13V它有兩種配色 分別為純淨白跟星塵藍兩種 它在A面這邊 應用NSI的榮文圖示 可惜它的Logo不會發亮 不然就更酷了 那在它的機身後側轉折處 兩側配有散熱孔 中間還有個Stales字樣的開孔 還會透色出藍色光線 接下來我們看看螢幕的部分 它搭載14吋16-10QHD Plus 解析度2560x160 IPS螢幕 更新頻率高達240Hz 支援DCIP3 100億的廣色率 不論是你修圖、看影片 都有非常不錯的效果 那在它的螢幕上方 配置了一個720P 支援Windows Hello 還有一個紅外線辨識的視訊鏡頭 在低光眼的環境下 也能夠順利的人臉解鎖 而且辨識率相當不錯 在鏡頭左側有一個硬體開關 在你不使用視訊鏡頭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把它關掉 可以隨時隨地維護你的隱私 那在它的西建區域 則是搭載了全尺寸 沒有數字鍵盤的孤導式鍵盤 可以透過軟體 自行設定各種RGB光效 讓你更有電競感 在觸控板的左右兩側 還有低音喇叭的配置 在播放影片或玩電動的時候 有更好的音效表現 Steel 14 Studio 在厚度方面 以同類型的筆電來說 它是最輕薄的 而且它可以輕鬆的開合 螢幕還可以整個攤平 它這台機身最薄的地方 不到20厘米 以這種規格的電競筆電來說 應該也是目前最輕薄了 還有A13V的IO相當的完整 在機身左側配置有DC-IN的電源附 還有支援8K 60Hz 4K 120Hz的HDMI 2.1的連接附 還有一個USB 3.2的支援DP輸出 還有DP充電 還有一個支援Dyna Audio的立體聲喇叭 你不用再帶笨重的原廠變壓器 你只要帶個支援65W以上的PD充電器 就很為它的充電 那在它的機身右側 則是配置立體聲喇叭 3.5厘米的耳機口 USB 3.2 Gen2的Type-A連接附 Soundboard 4的Type-C連接附 在它的機身底部 也是採用鎂鋁合金打造 採用了14層機器裡面 效率最好的散熱設計 在CPU跟GPU的區域 採用了VC散熱均熱板設計 它的VC覆蓋區域高達PCBA的50%以上 再加上雙風扇 戰熱導管 還有四風道的排列設計 讓它成為同期產品中 效能最好的電競筆電 電池的部分則是搭載了72W容量的電池 可惜這個機身實在太小 沒有空間可以放 不然的話我是希望它能夠塞更大的電池 整體我覺得最可惜的就是 它的MVN1 SSD Slot 只有一組 你如果大容量需求的話 就沒辦法直接擴充 你必須買一支更大的把舊換掉 這點是最可惜的 在系統部分呢 它在搭載的是Windows 11的作業系統 搭配自家開發的NSI Center 它可以設定情境 還有設定模式 來達到加速或節能的目的 它本身還有硬體接控功能 可以及時監看 處理器跟顯示卡 記憶體的設備當前使用率 在功能的這個選項裡面 可以設定螢幕準心 也可以直接開啟或關閉讀顯來省電 NSI Center 裡面呢 它有一個內建的備份還原軟體 所以你只要把系統掛完之後 趕快備份一下 那之後你在還原的時候 就不用擔心說 啊怎麼辦 還要重新再來一次 這樣子就相當簡單 好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它的硬體規格 A13V它搭載了最新的 Intel Core i7-13700H處理器 那記憶體部分呢 則是搭載16GB DDR5的記憶體 SSD則是1TB的SSD 顯示卡部分呢 則是搭載NVIDIA GeForce RTX 4060 Laptop的獨顯 內顯則是使用Intel Iris Xe 記憶體部分呢 它是使用16GB DDR5 5200Hz的記憶體 讀寫跟寫度的延遲表現相當不錯 因為它只有16GB 如果有一心願意出貨的時候 就給到32GB或64GB的話 那我覺得更完美 SSD的部分則是採用 三星的PM9A1的PCIe 4.0X4的ETB SSD 那效能表現呢 大家看圖 那接下來我們簡單來進行一下效能測試 採用Cinebench R23呢 單核它的分數是1698PTS 多核則是19354PTS PCMark持基礎測試得到6751分 延伸辦公場景則是有8928分 那使用3DMark進行測試 LineRade得分為49613分 圖形分數高達86,092分 Time Spy則是9807分 圖形分數是9673分 Fast Strike Extreme則是11,600分 圖形分數有12,216分 專測光吹表現的Paul Royal則是5547分 以FF14在1920x108里 最高畫質底下測試 得分是17,617分 評價是最高的Extremium High 好看完跑分啦 接下來我們來進行實際遊戲測試 首先是性能黑洞 Cyberpunk 2077 預設採用高畫質設定 在不開啟DLSS跟光追的狀態下 平均幀數是59.5 在1600P下 如果只開啟DLSS的話 它的幀數會提升到77.19幀 提升約30% 不過如果在1600P下 同時開啟光追跟DLSS的話 平均幀數就會變成只剩下26.6幀了 光追對筆電版的4060壓力 老實講還是蠻大的 如果你把解析度調到1080P 在高材質設定以下 開啟DLSS並關閉光追的話 幀數可以達到113.92幀 如果你在1080P以下 如果你同時開啟DLSS跟光追的話 幀數增在41.8幀 如果你願意降點材質品質的話 老實講它是有機會接近60幀的 會差這麼多 主要還是因為2077 對光追的優化實在實在太OK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避寫狂殺2的表現 如果你用1600P的解析度 最高畫質跟極致文理來進行測試的話 關閉DLSS的狀態 它的平均幀數是48.7幀 那如果你開啟DLSS之後 它的幀數會提高到65.96幀 大概是提高37%左右 那解析度如果改成1080P 你不開DLSS的話 最高畫質它的幀數會有68.2幀 那如果你在開啟DLSS的話 會提高到75.56幀 那接下來我們看看極速地平線 在還沒開啟DLSS之前 就已經有118幀了 那開啟DLSS之後 會跑到414幀 都是可以非常順暢跑的一個程度 古墓奇兵暗影 我們使用高畫質設定 在1600P下關閉DLSS 它的平均幀數大概是74幀 那如果你開啟DLSS之後 在1600P它可以到115幀 提高幅度大概是58% 這就相當高了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大家比較關心的散熱表現 在室溫25度的環境下 單搞FPU 那CPU的最高溫度大概是97度 這時候機器最高溫度 在後方散熱孔附近 我測量大概是47-48度左右 鍵盤區域大概是32度 只能說微微的溫熱 不過風扇的運作聲音 老實講有點明顯 那接下來我們試試看 用甜甜圈烤一下顯卡 可以看到最高溫度來到82.9度 全速運轉的最大功率大概是90W 這應該是微星他們設定的功耗牆 那這個時候機身最高溫度大概是34度到35度 微星這組大面積的VC散熱板 我是覺得真的是蠻厲害的 只可惜被限制到90W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續航的測試 由於它的機身尺寸的限制 它沒辦法放下99W的電池 但是它還是有72W的水準 以PCMAX的摩登辦公室場景來測試 它大概有5個小時的續航表現 但是我們只要進去M13 Center裡面 將顯卡模式 由混合顯示改為內建顯卡模式 此事啊 我們再用PCMAX的摩登辦公室場景進去測試 它的續航時間就會增加到6小時 大概會有20%的提升 當然在離電狀態下 你如果開啟獨顯來玩電動或剪片的話 續航一定會差很多 所以如果說你這台 或帶出門工作的需求的話 如果是純辦公 建議你關閉顯卡 就可以讓你的續航時間長很多 那另外我也測試了 持續觀看YouTube影片的一個效果 不管你有沒有開啟獨顯 看影片大概都4小時左右 如果我用Google分析來模擬網頁辦公的話 大概也可以使用6個小時左右 如果你把使用情境改成超級省電的話 還可以更長 不過我覺得這台最棒的就是 它支援PD充電 實測你只要使用65W以上的PD充電器 或行動電源 就可以在外面 為這台筆電來延長續航 不過如果你在外面玩電動 再加行動電源的話 因為顯卡功率太大了 雖然你有PD充電 但是人電量還是會緩慢的下降 這部分是正常的 在實際體驗了 MS IDEA 14 Studio S3V之後 我完全可以理解 為什麼微星的筆電PM 在之前的飛躍企業點發表會的時候 對這台會這麼有信心 以這台的硬體規格跟效能表現來說 它的確在14寸的電競筆電 或創作者筆電這個區間 是沒有敵手的 它可以電競 可以創作 可以文書 我覺得它是一台真正泛用全功能的筆電 不過優點講這麼多 接下來我是要提一下 我個人覺得可以改進了點 這台風扇在全速運轉的時候 聲音還是有點大 而且它沒有內建讀卡機 SSD插槽只有一條 沒辦法再擴充 你只能更換 還有記憶體出廠的時候 只有16GB任 如果可以讓消費者 直接選過32GB或以上的選項 那就更好了 以上就是阿達對這台 品質的心得報告 也提供給大家參考 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與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